好,各位奇友大家好,那这番棋是今天8月12号进行的第四届中国围棋王中王争霸赛循环赛的第四轮 由黑方丁浩对战白方李清晨 那此前的三盘棋,丁浩是全场唯一一个三连胜 然后李清晨的话是一胜二负 那我们来看这一盘棋的对决,丁浩能不能继续延续连胜的步伐 开局双方都是二连星,黑棋点33 接下来白棋也是点脚 然后多爬了一个之后黑棋飞,这个在点33定势当中稍微少见一点 当然这个爬黑棋有扳的,有这个长的 白棋可以飞,可以在爬黑棋搬的时候脱先 走法也是非常多 直接飞的话,其实白棋也可以再顶一个脱先啊 也就还原成刚才了 比如说把这个右下再尝一尝都是可以的 反正布局的选择非常多 实战这个地方白棋脱先了 这个脱先的下方好像也不是很常见 在右下搬断,黑棋断打之后打吃 白棋再打 那白棋上面不顶,黑棋顶 反正这个肯定是便宜的 白棋斑针,黑棋来一个高挂 这个布局下的还是特别有自己的这个想法 这个高挂也是许久没有见到了 接下来白棋拐打 黑棋再来一个这个高挂 这个能称之为双飞燕吗 差不多意思 白棋拖 黑棋要扳的话呢,白棋长 你沾上他这个白棋也可以补补了 这个脚已经安定了 实战黑棋跑右下这颗子 白棋跳下 这个地方黑棋已经跑不掉了 因为为什么呢,你再跑的话 白棋这个提示先手 马上脚上一打这个二路断点一补 黑棋要死 你要打这个 打这个直接被白棋扳头 这个头摁到死为止了 所以说这一加黑棋就动不了了 但是以后白棋要注意 就是黑棋这个二路打拔 一旦交换掉的话 右边这个棋就不是先手了 那这个棋要补一手 这个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实战黑棋 左上直接内扳 内扳完之后打持 白棋长 黑棋挡住 白棋拐头 这个地方突然形成了一个激烈的战斗 跳三三 白棋挡 黑棋 再立 这几手都比较必然吧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白棋要当心 这里的作战 如果说 没有走出最为正确的走法 是比较被动的 我们先来看这个白棋冲怎么样 冲的话挡住 黑棋可以沾 白棋上边 搬 挺头 黑棋可以搬一下 跳 做活 这样呢 白棋其实已经比较吃力了 因为你上边根据力很缺乏 拐头 跑出来的话 黑棋可以跳一个 这样白棋 这个左上角 这一串 也难受 拆二 拆出来的话 还会被黑棋充满着挖 这个你要是沾呢 黑棋就漏过去了 这个棋就死了 断打的话 黑棋现在反打 再打持 刚好也是振子有力了 这样白棋 同样得死 所以说像这个地方 你要是这样冲 反正被黑棋切断 缠绕攻击 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那白棋比较好的走法 是什么呢 是打持在上边 但黑棋粘的时候 再贴出去 这样已经出头了 而且让黑棋的气变紧 黑棋搬一个的话 白棋这三颗子 仍然可以抢救一下 我三路拖 反正你也不敢搬 搬的话 白棋断打再一场 马上要把黑棋 这个钉丝给针死 然后左边这个打持 又可以吃掉齐筋 这个是黑棋上当的一个图 那既然不能搬 黑棋只有长 白棋就这样爬活嘛 这个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对吧 两边分别安定 白棋这个地方就已经算成功了 毕竟你是脱先了两手棋 实战白棋这个选择非常简明 但是亏的也非常简明 双打持之后提为黑棋来一个小间 三颗子直接死在里面 这个也损的有点太多了 所以说这个开局阶段 白棋似乎还是有点不利 那接下来白棋挂脚 黑棋小飞 白棋选择跳 继续扩张 那这个棋AI的一选呢 是右上的段啊 确实现在白棋振子有力 那黑棋振不掉 那你也动不了了 这边随便打都不行啊 黑棋只有拆盖 把自己安定 白棋再长 刚好配合这个右下 去围这里的边控 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黑棋气紧的话 他很薄 以后振子有力 上边还有持续的这个断点 实战白棋跳一个 这个黑棋右下二路打拔 刚才讲到 这个一交换 白棋就得吃子 结果被黑棋非常机智的 虎在这补齐了 白棋错失了一个这个杀招 接下来白棋点三三 黑棋冲下来之后 选择的是这手碰 那这个棋反正也是 AI的前三拳里面 应该是AI的二选还是三选 白棋搬黑棋反搬 打持沾上 黑棋这里交换的目的呢 就是让白棋断点变多 白棋脚上连回 黑棋这个地方直接断了 你先打棋也差不多 先打白棋可以在右上刺一下 这个补齐的话 就不是这样去反打 这样反打马上搞出来一个结 那这个双方的这个负担都非常重 白棋可以补在这儿 就避免了这里的结阵 黑棋断上来 那你就尝一个 看他怎么动 对吧 他要是打吃 寻求解明 那白棋拐打再一飞 这个扩张的一个好点 对围白棋可以接受 他要压出来的话 白棋成 这也不怕 这两颗子 就算被黑棋给这样封进来 还是可以在边上做根据地的 黑棋也不好杀 而且黑棋左下角还没活干净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断点多归多 但是黑棋断上来 也不是很严厉了 实战直接断 断完之后成 白棋掉进来 掏空 那这个地方 白棋还是判断清楚了 如果说现在对围 可能不太能满意 毕竟这个黑棋 如果这样 比如说摆个示意图 就这样跟你围 确实黑棋也挺大的 他选择掉一个 这也是AI的推荐 黑棋尖顶完肉 白棋长 然后黑棋上边小尖 因为你这个不走的话 周围的借用太多了 而且这个还是先手 白棋追走花 柴二做根据地 黑棋底下打吃 白棋 这个时候翻打 再拐打 这个就不怕 这个打结了 白棋的气已经全部藏出来了 然后黑棋左边 扳了再扳 先把看得见的墓鼠 放在口袋里面 白棋断打完之后贴住 这个地方黑棋也基本上只能妥协 拐出来的话 主要是白棋右上这个点刺 是个先手 他可以引针 黑棋粘的时候 白棋再去打 那你这个棋筋粘不上了 再粘直接被粘死了 所以说这里是非常巧妙的 白棋一贴 黑棋已经出不了头了 那只有往回打 白棋再压过来 不过这个白棋的空里面 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那黑棋这一夹开始小刀子割肉了 这个白棋也不能利 利的话被黑棋断 你断打 他反打完之后再拐打 这个太基础了 都能看得出来 所以说白棋要虎一个 黑棋再打 关键是下一手 白棋怎么补是一个 算是难点 这个棋 如果说比较随手的话 可能会打吃在这 但打在这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打完之后你只有长 长完之后 黑棋还有夹 没完没了的夹 立下去 那黑棋还有断 你断打再打吃 他拐打一下 再打白棋接不归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你只有稍微忍一路 就补在这个位置是刚好的 以后呢 黑棋往旁边一顶 白棋长 冲 挡住 提掉 沾上 黑棋最多也就如此 实战 黑棋左下角 夹 白棋冲 黑棋再夹 白棋沾上 黑棋又下一提 白棋单长 那这个 这盘棋的这个格局 其实还比较的简单 没有什么复杂战斗 基本上这个 双方各为一块大控 马上就要平稳过渡到收关了 下一手棋 黑棋往上靠压 二路搬 反搬 白棋 断打完之后 右边逼住 开始抢节奏 这个是很大的一手 那上边拖先的话 问题不大 这个 黑棋如果说断打再立 那白棋这里唬一个 总归是活棋了 不用担心啊 实战 黑棋掉进来掏空 白棋向不飞 就这样围 那黑棋加来的 这个选择有问题 这个棋还是应该 先去掉一个 你看白棋怎么处理 如果说他冲 你就跳进来 对吧 这个破的空挺多的 他要是这样围 那你这个再压过来 自己还能围一点 所以说黑棋应该在中间这里 稍微搞一搞 实战 黑棋往右边跳 白棋判断非常准确 并没有选择联络 直接压过来 让黑棋后手去吃这颗子 然后白棋开始 其他地方的这个色瓜 左下一顶 右边一扳 黑棋上边挺头 白棋再来 左上一路扳 这个棋 黑棋还不能随便去补 比如说你要是吼一个 白棋挡下来 还有棋里边 这个棋 黑棋如果吼一个坐眼 白棋一扳一点 杀再一冲 紧气 黑棋的气是相当紧的 这样你提的话 白棋一跳 这个里边要开始打劫了 那白棋 白捡的一个便宜 所以说黑棋要站这 站这等会儿虎下去 这边就不用烦了 所以说白棋跳进来 黑棋在拐头 这里是白棋的先手便宜 接下来右边打 黑棋还是老问题 就是对于中间这个地方 一些先手浅销这个模样 并没有特别的重视 这个地方还是应该先抢先手 断打 断打完之后再掉一个 对吧 威胁白棋的这个断点 顺便把这个空再削一削 其实这个时候局势很细的 胜率呢 也没有拉开 所以说如果能走到这儿的话 黑棋还不错 实战 黑棋直接拐 这个下法感觉黑棋 非常优势的这个样子 其实并不是 被白棋走到这儿 相当于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逆收目数 黑棋点进来 底下断打 白棋提 黑棋上边吼一个 白棋脚上跳 做活 黑棋再提 这个节白棋必须沾 接下来黑棋又犯了 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失误 就底下这个顶没有先交换到 这个顶一定要先走 顶完之后 最起码以后像这种冲 先手 一路搬沾 先手 这个都是黑棋能走到的 实战 黑棋没有顶 跑到左下角去挡住 这个直接落一个后手 被白棋 往旁边顶 逆收了 这个价值太大了 黑棋肯定是误算了 他认为这个顶时先手 白棋得虎一个 然后黑棋再顶 结果呢 被白棋脱先了 直接往右下一顶 黑棋立下来的时候 白棋挡住 发现什么棋都没有 这个地方不应该 这个计算并不难 可以说非常简单 这里被逆收掉之后 这个基本上黑棋就落后了 接下来往上边打持 挤一个破眼 白棋做活 这个地方也考验一个死活的基本功 黑棋挤一个之后 点 白棋不要乱走 你这个必须要紧弃 不能被黑棋杖断 杖断直接就倒扑 那白棋大龙也得死 这个一定要顶 只此一手 黑棋挡住的时候 白棋也只有打 然后黑棋断打 断打的话 白棋也只有沾上 这样黑棋提掉 白棋再打 黑棋也不能沾 沾的话白棋这里打活了 扑一个 必然 白棋先提截 其实这个根本不算一个结材 不算是一个结针了 因为黑棋就算再找一个结材 比如说底下 拐住之后搬 再提 白棋从后边一打 接不归 这个也是一个活棋 所以说这个结针倒是假的 实战黑棋直接提 白棋 活 活棋 两眼苦活 黑棋往右边飞 白棋跳进来掏空 接下来就是关子了 不过这个时候 白棋已经比较优势了 左边这个地方呢 黑棋的空还不太好围 你如果说飞的话 有这个跨段 连回的话 主要白棋这一打先手 这一打先手 一贴把这两颗子贴死 所以说黑棋也只有打 这个被白棋穿过来 也是心很痛 扳一下 底下拐住 夹这个都没棋 白棋沾 中间点刺先手 再奔一个 白棋上边打吃 黑棋把这个右边给贴住 白棋左边断 你要是打的话呢 还可以这样打进来 这个黑棋又亏了 马上有倒扑又有冲 所以说这个长也是必须的 白棋在扳脚 这里的关子收的非常细腻 以后脚上还要收起 接下来黑棋中间小尖 白棋顶 看住左边这颗子 黑棋往里冲 左上这一顶 白棋还要挤进去 这里下得非常的强硬 黑棋打白棋先断打一下 挤一手 你要沾的话呢 这往这儿一打 还有一个结 这个结黑棋打不起 只有打这 白棋沾上打吃 再沾 这个结的话 扑不扑 其实黑棋都不太行 因为你扑的话 结材也不是很够啊 黑棋最多也就是右上这种点啊 以后这个斑啊 之类的结材 然后 而且还不一定啊 因为白棋这个结一旦打赢的话 我们看 这个左上再一斑 黑棋这个大脚也得死啊 所以说黑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匹配的这个结材 实战他就没有扑了 扳一个白棋左边先扳紧气 中间再一扳 右边把这个空一收 后面就没有什么这个悬念了 然后最终就走到白棋中间挡住的时候 黑棋认输 差不多就黑棋盘五啊 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那这一盘棋的话 比较的平稳啊 没有什么非常复杂的战斗 然后双方一直到这个最后后半盘的比拼 之前呢 都是非常的接近啊 但是进入到收关 黑棋失误有点多 像底下这个顶没走掉是不应该的啊 这个先手关子应该直接 毫无保留的交换掉 实战被白棋逆收 黑棋已经不太对了啊 后来上边白棋这里的死活 也是处理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接下来的关子就 没有任何的这个翻盘的机会了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的光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